好 那我们继续看这个RAW-AJAX的example的例子 刚才谈到有一些这个安全的问题 我们这门课里面不详细的去探讨它 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些 写这个SHR的时候要注意到语法 我们刚才说用Open的话就是开帮我们送一个Request 那这个Exception也是很重要 Exception Handling Exception Handling在Java里面 跟JavaScript里面 这个Exception Handling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应该是说重要的一个功能 那C的这个部分是远不如Java 那就是说例外处理 可是问题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写这个 写这个所谓玩具程式的 你的作业大概都是玩具程式 就包括我们这门课的作业 都是为什么没有用 没有好好的做声音 就是小程式的时候 那你这个Exception它的功能显示不出来 可是如果你要做到比较大的应用的时候 这个比较大的系统的时候 那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先规划你的这个应用里面 有可能有哪一些的错误 那些错误本身也是用物件的方式 用class方式来设计规划 那Java是刚好是这个语言 Java这个语言 它有这个对于这个错误的处理 它有一套的语法 就Exception 那除了Java以外 那最早还有另外一个语言叫A檔 你们可能没有听过 那个语言也有 那C的话这部分就比较弱一点 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错误意外处理的这个语法 来配合这个设计 那Java是有的 那JavaScreen当然也计程它也有了 那我想这在你们Java里面都学过 Exception Handling 然后有Try Block Try的话就是 有发生不同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 或者是你碰到IE的时候 做什么事 或者什么 就是这个我们都可以用Try Block来做了 那Try以后就会怎么样 用Catch 对 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就Catch 所以Try Catch的这两个 语法 那我们例子就里面就可以看到 那 那每一个Exception里面 它有一些Parameter的Name 那另外一个是Callback Function Callback Function 我们刚才已经有谈过 就是这个在 在什么时候要 要Callback回去 基本上这是 它是一个Event Handler 就是Callback Function 它在SHR的这个物件 对SHR物件而言 它是一个Event Handler 对应用而言 那是一个 一个这个Callback Function 什么叫Callback 就是说我们 这个Agex Engine 或是SHR物件 它帮我们送Request过去了 可是我们说是非同步的 那什么时候 这个 伺服器 把它要传的Data 传给我 那传给我 在什么时候要传给我 那这是一个事件 不是什么时候传 我什么时候收到 我收到状况是什么样 所以发生什么 所以有好几个可能 我的程式里面去看 你送出去没有 这个 反正是那个SHR做的 它什么时候送 它什么时候收到 我程式都不知道 对 所以我在这里要定义 我们程式设计是要定义一些事件 这个要处理这些Event Handler 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你要做什么事情 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然后这个 你就把这个资料 我要送到我的网页上去 等等的 所以这是call by function里面做的 所以当这个request有进展的时候呢 那SHR就会call onreadystatechange的这个Event Handler 就是这个 你可能 那个我刚刚地图说 往左往右一点 那个地图已经送回来 Data送回来的时候呢 那我就call这个onreadystatechange的这一个 等一下我们会看语法 我们看程式 我们会更清楚一点 那这个时候它中间有很多的状态 我可能传到一半 或者我要去问 传到一半 或者是正好全部传回来了 那看你的这个程式设计师 需要在什么时候 要被通知你 通常都是要传回来 完整资料 传回来的时候 就这个readystatechange 传回来的时候呢 然后就 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 那有两个要比较重要的 那state一个是零的话 表示这个request 它根本还没开始传 发生什么问题呢 过一阵子你还没帮我传出去 可能client太忙了 你在玩魔兽 这个client太忙了 这个还没帮你传出去 或者是说网路太忙了 或者怎么样 那你的被排在很后面 那有可能 或者是说 如果是 如果是状态是4的话呢 表示说这个request已经 过去的那个data已经送回来了 可是送回来 它不是直接呈现在网页上 它不是呈现一个网页给你来看的 它是传到这一个 传到这个shr的物件里面 shr物件里面 这个它的event handle的 就是处理这个 它传到这个里面 那我们的程式要去 check 已经传回来没有 传回来了 那你就把这个东西放到我的网页 什么地方去 这个流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看程式了 那这个程式 就是我们先看看它做什么 然后再来看程式的部分 这个程式是 使用者在这个 不同的这个书上 到这个cover page上面的时候呢 那它就会 到server端去 把这个书的这些说明 把它传过来 这个比如说到这本 到这本书上面去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 CJava How to Program 就是你到 你的user hover hover是什么 大家记不记得 CSS里面 就是我滑鼠到这个上面的时候呢 那它就把这个 这个 书的这个简介 从事物机团抓给我 到这里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简介 它不是一次 把这所有的图片 跟简介抓给你 就是这个 好 那如果说你到 你到另外一本书的时候呢 到这个Java How to Program 到这本书的时候呢 那这本书的 这个 简介 它就 就寄给你了 那 好 那我们看这个程式怎么做 我们看这个程式怎么做 之前我们还是要把原理再看一遍好了 看这个 那在做的过程当中 其实 有几个 有一个网页 它有一个所谓的 Event Handler 然后这SHR的这个物件 等一下我会说 还有一个Code By Function 然后 然后后端的伺服器 然后这边是用Java Server 来做 其实任何这PHP什么都OK了 那然后应用 基本上你一个Request出去的时候 你的界面的使用者 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呢 那其实 就会产生一个所谓Dome的Event 一个事件 那这个Dome Event呢 在Event Handler Event Handler要处理 这个 也有很多 使用者很多的动作 很多事件 那然后 那SHR的这个Request 就是 就会这个送出去 就产生一个这个 SFHR的Request 然后呢 就准备一个Code By Function 这Code By Function 它等一下要Code回来的 就产生一个 这个所谓Code By Function 在Event Handler里面 那Code By Function 要register到Event Handler里面 产生了 然后 这个 要在Event Handler里面要有 那然后 你的Request呢 才送出去 所以这个Request 送出去 由Open 由Send的这个HP Request 是 它帮 就是AGS Engine里面 的这个SHR的物件 帮你送出去 我们自己产生 SHR的物件 但是呢 是由浏览器 帮我们把这个东西送出去 所以这一段 这一段动作呢 都是浏览器在做 那我们写程式呢 要产生这个东西 那然后 然后这个 到伺服器端 做我们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 这边呢 你就可以 就可以这个 看有没有Response回来 那Response如果回来的时候呢 那这个SHR物件呢 就准备 让这个 让这个 Coreby Function 就是说我如果资料已经到了 是这个 我资料通通已经收到了 资料收到了以后呢 就由这个Coreby Function 再把资料填到这个 网页上面去 所以这个过程大概是这个样 那我们刚才看这个例子 我们回头看这个例子 程式怎么写 那这个例子里面 那这个例子里面 伺服器端的我们就不看了 那我们是看Client端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HML 里面有JavaScript Function 它里面有几个 几个Style 这里是CSS 对 那然后它再把不同的这个书的内容 它做Switch 那这个里面有几个Function 它第一个这个变数 第一个这个变数是这个 等下SHR变数 然后这边有个Function叫GetContent 抓U-U-R-L去抓内容 然后 然后另外有一个Function呢 是StateChange 那然后还有一个Function在这里 48行是ClearContent 把内容要清掉 那它的 这上面是 等下JavaScript Function是重点 我们等下看 那它的Body的部分 所以JavaScript都在Head的部分 Body的部分是什么呢 Body部分它就是 我们要做Event Handling的部分 那有几个Image 所以Body部分摆的几个Image 就这里 一二三几本书 这几个Image 然后 到后面这几个Image 那然后下面 Image下面是一个Box 那这个Box的这个Class叫做